大家好 月季好不容易牵插成活 也长根了 但是在移栽之后 月季却挂掉了 真的是非常可惜 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是因为我们在移栽之后 导致月季根系受损 出现了烂根 然后病菌感染 最后整个蜘蛛直接黑杆枯死 那么想让月季移栽之后 能够更顺利的成活 我们再给它浇定根水的时候 最好就是加上一点杀菌剂 这个杀菌剂呢 就是土壤专用的杀菌剂 也就是厄梅磷 厄梅磷呢 它可以杀灭盆土里面的病菌 还可以起到一定的内吸传导作用 也就是说可以被月季所吸收 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那么在盆土里病菌被杀灭之后 没有病菌的感染 它就不容易出现烂根 黑浮黑杆的情况 使用方法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将厄梅磷与清水 按照1比1000的比例对水稀释 搅拌均匀之后呢 我们作为定根水浇灌就可以了 大家看这些都是我之前扦插的月季 这个扦插之后呢 还没有移栽 这个呢是扦插成活之后呢 我给它移栽 也就是给它后期浇灌了 这个厄梅磷杀菌药 现在呢已经成活 而且呢长势还是可以的 所以月季啊 我们千辛万苦 才把它扦插成功 后期移栽的时候 这个杀菌药一定不能够省 好了 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